第811章 你是哪根葱 莫无忌没有看错 紧紧绊炷香 时间不到 龙小宇就抓到了机会 青云环炸开一片青色的光芒 笼罩住了费光 在费光想要撕裂 龙小宇的青色光芒之时 龙小宇在这瞬间抓住机会 破开费光的领域 施展了一种禁术神通 这道神通带着一种空间禁锢 让费光在极短的时间内 无法动作 跟着龙小宇背后 飞出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光芒 这一道光芒直奔费光的眉心 论到台下所有的人都很清楚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费光死定了 但是所有的人都清楚 死定的不是费光 而是龙小宇 果然 几乎在这瞬息时间 一道灰色的光芒 从论到台边缘射出 速度极快 在这灰色的光芒之后 跟着又是一道白光 所不同的是 灰色的光芒 挡向了龙小宇攻击费光的暗芒 而拿到白光 直接射向了龙小宇的眉心 莫无忌心里大怒 果然和颜维说的一样 算龙小宇的还是一个仙尊后妻 一个仙尊后妻 居然暗算一个大罗仙出妻 简直太过不要脸 莫无忌一张手 那两道射向论到台的光芒 突兀的变相 在画了180度后 忽然轰向了论到台下 一名面白无须的瘦高男子 噗 一道血光闪过 那瘦高男子 直接被这两道光芒撕开脑袋 就连元神都无法移除 也被射杀 龙小宇 在看见那两道光芒的时候 心里就充满了绝望 他知道这种事情难以避免 可他却不得不面对 他希望自己再斩杀 废光后 再被射杀 很显然他的愿望落空了 那两道光芒 比他的尽数光影 要快得太多了 但龙小宇很快就惊喜起来 他发现那两道射向论到台的光芒突兀 停下 然后转换了180度飞了回去 笼罩住他的死亡气息 也瞬息消失 几乎是在那仙尊被轰杀的同时 废光的眉心 炸开一道血光 谁敢在天外天道场论到台下 杀我和西行修会的直视 一声愤怒的声音传出 跟着狂暴恐怖的杀势碾压下来 几乎让围在论道台边缘的所有修士 都是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 哪怕是斩杀了废光的龙小宇 也被这种狂暴的杀意 惊得后退束骨 一时间都不敢去捡起自己的战利品 在这狂暴恐怖的杀意之后 一名灰色长发的高大 男子一步跨下 人还在空中 巨大的手印 已经抓向了 还在论道台上的龙小宇 就是不论这高大男子的杀势 仅仅凭借他周身血腥的气息 就知道此人手中 不知道杀过多少人 你爷爷杀的 莫无忌 毫不犹豫地一步跨出 人还在虚空之中 就是一拳轰出 一种压抑的气息 和这炙热的火焰 在天外天道场整个空间 弥漫开来 如果说 之前整个天外天道场的修士 都被那愤怒的声音 和狂暴的杀势碾压 那现在莫无忌这一拳 几乎让所有的人 都有一种跪地的窒息感 这一刻 之前的那一切狂暴杀势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有的人 都可以清晰地 看见一个硕大的权影 权影被火焰邪裹 似乎撕裂开了天地的一切存在 轰向了那名还未 落下的灰色长发高大男子 勾身辉 尽管还没有落下 他已看见了莫无忌的拳头 甚至听到了莫无忌的话 此刻他心里 只有更加狂暴的杀意 哪怕他不认识莫无忌 也知道 莫无忌的年龄并不大 一个年轻的蝼蚁 就算是晋级了先帝 又如何 在他这个先帝中期面前 嚣张还不够格 给我死了 巨生辉愤怒中 仙缘手印不再去抓农小语 转抓向了莫无忌 下一刻 他就呆之主了 他的空间居然被禁锢 他的神通道运 都无法突破 这被禁锢的空间 眼前这人难道是道地 住手 我是何熙行修会的长老 巨生辉撕裂狂叫道 他这句话 仅仅只是说了一半 就突兀地顿住 这一刻 他终于认出了 眼前这禁锢住他的人是谁 莫无忌的 画像还在宇宙角之外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莫无忌的胆子如此之大 还敢踏进宇宙角 莫无忌冷笑道 何熙行修会好大的名头 可惜吓不到老子 碰 猎狱拳直接撕裂了 巨生辉周身一切的领域 轰在了巨生辉的丹田之中 狂暴的鲜艳气息 和鲜缘的猎狱力量 直接将巨生辉 轰为碎渣 咔嚓 莫无忌卷起戒指的时候 论道台才彻底坍塌下来 只要不是傻的 就很清楚 这论道台是莫无忌故意轰烈的 震撼之中的农小雨 清醒过来 他总算是明白了 莫无忌是谁 如果说之前宇宙角传闻 莫无忌曾经斩杀过神族的道帝 农小雨 还有些怀疑的话 那现在农小雨绝对不会有半点疑惑 哪怕是道帝 也无法一拳轰杀一个 先帝中期 对何熙行修会的勾生辉 农小雨 可是太熟悉了 先帝中期 强者 在宇宙角 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族的强者 而现在 他被莫无忌一拳就干掉了 这莫无忌到底有多强 难怪在仙界 他就听说三个大先帝 和一个准地围杀莫无忌 结果还没有成功了 农小雨很快就明误过来 随即他毫不犹豫的 一道火焰 轰杀了废光的元神 将废光的戒指收了起来 哪怕莫无忌列宇拳的威势 已经消散 天外天广场上 依然安静下来 不但是农小雨知道巨生辉 在宇宙角的 谁不知道巨生辉 现在和细行修会的先帝巨生辉 被莫无忌一拳干掉 这意味着什么 所有的人都清楚 接下来的宇宙角 恐怕要陷入腥风血雨当中 多谢莫前辈 相救之恩 农小雨赶紧走了过来 对莫无忌躬身失礼 莫无忌一摆手 等会再说 你和颜维退后 莫无忌的话 刚刚说完 石树道身影已经落了下来 将莫无忌围在了中间 和第一次莫无忌斩杀 神族少主和三名先帝不同 这次莫无忌刚刚杀掉一名 和河西行修会的先帝 就来了一堆强者 莫无忌知道 这是这些家伙 出外寻找宝物回来了 上次他来的时候 运气比较好 很多强者都没有回来 神族还是因为少主被杀 强行回来 结果被他斩杀了一个道地走掉 莫格主 你在宇宙角 也不是无名之人 为何 第二次回我宇宙角的论道台 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 说话的是一名身穿黑衣的老者 在莫无忌看来 也不过是一个大先帝而已 你是哪根葱 莫无忌冷声问了一句 他的神念 已经将围住他的十多名家伙 扫了一下 全部是先帝 三名先帝后期 一名大先帝 其余的都是先帝初期和中期 莫无忌是在心底看不起 这些歪屁股的家伙 论到台上 别族强者 直接对论到台上的人族动手 也没见这些家伙出来说半个字 说心里话 这些力量围住他 现在他还有袁莫这个几乎相当于道地的帮手 就算是没有帮手 这些围住他的家伙 也不够他杀的 他在星空邪海岛遇见的对手是什么 那都是相当于道地的存在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道地 一般的道地 可无法在星空邪海岛成为大帝 割据一方 一起动手 杀了此人 感受到莫无忌嚣张无比的回答 这名黑衣老者怒喝道 事实上 不但是这名大先帝修为的黑衣老者 围住莫无忌的十多名先帝强者 已经是全部祭出了法宝 轰向了莫无忌 袁莫 你帮我略阵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莫无忌抓出半月重挤 一边说话 半月重挤 已是化成亿万几盲 撒下了漫天狂杀几盲 如果这十多名先帝 采用困阵的手段 或者是采用合击的手段 莫无忌也许还会忌惮一二 现在这些先帝 全部各自为战 在莫无忌看来 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他在祭出大漫神通 神通化为漫天几盲正旗后 再次轰出了漫天的雷狐 这是莫无忌的雷系神通 凭空惊雷 他晋级先帝后 雷系法纪演化为神通 其中第一是雷系神通 就是这凭空惊雷 强大的漩涡领域 笼罩住这一片空间的时候 每一个轰击莫无忌的先帝 都察觉到了 这一刻 他们就好像 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大漠泥潭中 在这大漠泥潭中 到处都是狂舞的 几盲飞沙 和漫天的雷狐 他们这种无头苍蝇一般的围攻 绝对无法让莫无忌如何 大家听我号令 黑衣大仙帝刚刚说了几个字 一道死亡气息 就铺天盖地地锁定了他 他感觉到自己的生机急剧溃散 他甚至看见了灰色的死亡之云 这是什么神通 黑衣大仙帝心神俱阵 他修到至今 还从未见过死气如此可怕的神通 这是生死轮 教你一个乖 莫无忌的声音传来 跟着这名黑衣大仙帝 就看见了一道灰白的八卦手印 慢慢地没入了他的生机当中 无形无影 连捕捉的机会都没有 一种更为灰败的死气 涌上心头 这黑衣大仙帝 甚至感受到 整个灵魂都在疯狂地溃散生机 大家用八仙困杀阵 黑衣大仙帝临死前反应过来 疯狂地燃烧 惊血怒吼 同时烧尽了自己 仅存的一切寿源 祭出方罗 轰向了莫无忌 第812章 一对失误 碰 方罗撕开 莫无忌领域划破 莫无忌胸口的时候 这名黑衣大仙帝的生机 被生死轮印彻底卷走 他临死之前 看见莫无忌胸口 划出一道血污痕迹 同时 他也看见了 六名仙帝和他一样 被莫无忌的半月重击 撕裂为两半 此人太强了 这是黑衣大仙帝最后的念头 莫无忌同时施展三道神通 大漠 长河 和生死轮 短短时间 就杀掉了七名仙帝 包括了黑衣大仙帝 他自己也被黑衣大仙帝的方罗 在胸口 划出一道极深的血槽 可以说 莫无忌如果不是炼体强者 如果不是大漠困阵 这方罗一次就将莫无忌撕成两半了 莫无忌深吸了一口气 大漠再一次卷起 亿万几盲幻化的几盲 阵气瞬息变化 彻底形成了一个 仙阵七级困杀大阵 七级仙阵 的确无法困住仙帝强者 但这仙阵 是莫无忌的神通幻化 仙阵 时时刻刻跟随着莫无忌的意念 在变换 同一时间 他的两道神念剑一射了出去 两道神念剑一 都是锁定两名仙帝后期 至于其余的六名仙帝中期和初期 莫无忌再次寄出了一道长河 轰轰轰 无穷无尽的几盲 在八名仙帝的联手轰击下 在整个天外天道场炸开 莫无忌的长河倾斜下来 在这漫无边际的几盲之中 犹如一道从虚空斜下来的半月圆环 扑扑扑 一道道谢光炸开 莫无忌只感觉到自己的尸海 一阵虚弱传来 他知道自己拖大了 两名仙帝初期 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 再次被莫无忌倾斜的长河撕裂 那名没有被神念剑一锁定的 仙帝后期和两名仙帝中期 在莫无忌撕裂两名仙帝初期的瞬间 破开了莫无忌的大漠正旗 三道法宝同时轰向了莫无忌 莫无忌的尸海一腾 楚神落的 神念更是犹如江河倾斜一般的补充过去 尽管如此 莫无忌的大漠正旗缝隙 依然越来越大 攻击莫无忌的法宝 再次多了一道 一种极度的危险传来 莫无忌此刻再也顾不得保留手段 两张洛书被他寄出 星空邪海岛 莫无忌没有寄出洛书 就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有洛书 再不想被人知道 自己小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莫无忌还是不想再留守 袁莫一直在关注着莫无忌 他知道莫无忌很强 可是这15名先帝同时 对莫无忌动手 哪怕是没有什么合机困阵 也不简单 他在看见莫无忌 被那黑衣大先帝轰伤 又被树道法宝连手笼罩住的时候 他就准备出手了 在这个时候 他看见莫无忌 居然寄出了两张洛书 两张洛书 在这里就好像两道界面一般 四道法宝 进阶被莫无忌 幻化出来的洛书界域挡住 剧烈的轰鸣之音传来 周围的空间开始颤动 袁莫却是松了口气 他知道莫无忌既然拿出来了洛书 就不会再有生命危险 莫无忌 我安雪盛要杀你好久了 今天你总算是送上门来 一个有些飘忽的声音突兀传来 在这声音之后 三道人影冲了下来 两道人影直接冲向了袁莫 另外一道一身白衣的男子 虚空胯下 一拳轰向了莫无忌的大漠神通困阵 瞎出手 先问我袁莫 袁莫的狼牙锤 论起 在狼牙锤之下的空间 进阶被这狼牙锤掌控 原本退到边缘的农小雨和颜围 赶紧再次疯狂后撤 两名想要拦住袁莫的先帝初期 甚至连法宝都没有寄出 就被袁莫的领域和狼牙锤的杀意空间锁定 扑扑 两道血雾炸开 这两名先帝同时陨落 而袁莫连狼牙锤都懒得收回了 守绝一变 狼牙锤直接卷向了安雪盛 感受到小命受到威胁 安雪盛不得不收回了弓向莫无忌的拳头 莫无忌的食海疼痛 四名先帝抓住机会同时攻击莫无忌 莫无忌寄出洛书 不过是短短瞬息而已 那被莫无忌神念剑意锁定的两名先帝后期 在这短短瞬间就抓住了机会 两人尽管还没有挣脱莫无忌的神念剑意 却一样卷起了法宝 轰向莫无忌 轰轰轰轰 数道法宝轰在莫无忌的洛书之上 洛书气息铺天盖地地扩散了出去 莫无忌的长河也在这一刻和大漠融合在一起 又一次卷起三道血舞 咔嚓 莫无忌胸骨断裂 哪怕有洛书阻拦 他依然无法靠着大漠这个神通困阵安然无恙 脸色苍白的莫无忌嘴角一雪 但他根本就没有后退 长河刚刚落在大漠当中 一轮落日和一道数十丈长的脊芒 直接撕裂了这一方虚空 重击四道的第三道神通落日和第四道神通残� 同时祭出 在祭出这两道神通的时候 莫无忌几乎是抓出了一把至青丹吞下 这是他第一次连续施展重击四道 三道异境神通和一道杀石神通 原本就疼痛的石海 在这两道神通之后 石海中的紫色大壶更是剧烈地翻滚起来 紫色大壶中的紫色气息在瞬息间就铺满了整个石海 因为神念使用过度有些疼痛的石海 迅速被滋润起来 莫无忌心里狂喜 他没想到自己石海中的紫气大壶居然有这种强大的能力 石海中的神念越来越强 落日的意境和残嵌的气势也迅速攀升 莫无忌毫不犹豫地再次轰出了雷系神通 漫天雷雨 尽管因为莫无忌的神念不足 大漠困阵出现了缝隙 导致他的两道神念剑亦威力俱减 甚至没有干掉锁定的那两名先帝后期 但那两道神念剑亦威力太强 被神念剑亦轰中石海的两名先帝后期 哪怕出手攻击了莫无忌一次 此刻依然是狂喷雪剑 石海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 莫无忌的落日和残嵌出来后 这两名重创的先帝后期 甚至连一名先帝初期也不如 空间在颤抖着 几名仅于围攻莫无忌的先帝 能感受到一种日暮西山的绝望 那是一种渗透进灵魂的撕裂 一道数十丈的残嵌铺天落下 在这空间中没有任何一人可以躲避 哪怕明知道莫无忌也受伤了 这个时候也没有人去选择攻击莫无忌 都是疯狂地想要退走 咔嚓 无论是领域还是法宝都开始碎裂 跟着漫天雷狐砸来 几具尸体从虚空之中落下 周围安静下来 只有一名重创的先帝后期 呆呆地看着一样浑身是血的莫无忌 他们十五个先帝围攻莫无忌 还有三名先帝后期和一名大先帝 这才多久时间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虚弱感传来 莫无忌却魂不在意 半月重挤 再次划出一道半月脊忙 莫格主 住手 我认输了 我是宇宙角的先帝 和你没有多大仇恨 这名先帝后期疯狂叫道 他想要顿走 可这一片空间 都被莫无忌的领域禁锢住了 他根本就无法退走 莫无忌连半句话都懒得说 半月脊忙依然划了出去 血雾之后 十多枚戒指被莫无忌直接卷走 不要说宇宙角的 就算是天外天宇宙的老大 想要杀他莫无忌 他也不会手下留情 事实上十多名先帝围攻他 真正给他威胁最大的 还是三名先帝后期 和那名黑衣大先帝 噗 安雪胜一样 是喷出一道鲜血 倒飞落了下来 他震撼地看着原末 之前 他以为原末 只是莫无忌收的一个跟班 现在他知道 原末的实力 恐怕连大先帝也只能受死 你是何人 为何要 安雪胜没有继续往下问 他看见莫无忌斩杀了 最后一名先帝后期 他心里忽然有些冷意 甚至后悔和莫无忌作对了 莫无忌一个人杀了十五名先帝 其中还有一名大先帝 和三名先帝后期 这种实力 他安雪胜只能仰望 他 安雪胜的确是宇宙角的五大先帝之一 若是他处于莫无忌的位置 不 哪怕围攻他人人少一半 他也活不成 况且莫无忌 还有原末这种逆天的强者相助 在宇宙角 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威胁到莫无忌 莫阁主 之前我因为不在宇宙角 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安雪胜再也没有了之前 想要斩杀莫无忌的想法 他的语气中 甚至带着一丝焦躁 这里是宇宙角 如果莫无忌铁了心要杀他 他还真不一定能走掉 莫无忌根本就没有回答安雪胜的话 只是对原末说道 原末 等会我杀此人的时候 你防止他不要让他逃了 话 没说完 莫无忌就是虚空跨出 漩涡领域 疯狂锁住了安雪胜 直到这时 原末才回答道 无忌放心 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先帝中期 我也拦不住 我原末还不如回去睡觉 安雪胜的确厉害 再厉害 也不过是一个先帝中期而已 莫无忌 你杀了我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我们联手两夜 看见莫无忌的杀势卷起 安雪胜赶紧祭出法宝 同时领域疯狂伸展 口中却从未停止过 莫无忌脸色平静 只身一指轰向了安雪胜 第813章 打上弥妃商会 不要说安雪胜一来就说 想要杀他好久了 就是安雪胜不说 以河西行修会在宇宙角 对人族的所作所为 莫无忌对此人也是必杀无疑 除此之外 莫无忌知道自己的实力 还是不够 十多名先帝围攻他 就让他不得不祭出洛书 一旦等他和神族全面开战 他必须要更强才行 只有干掉安雪胜和弥妃商会的会主 他才能在宇宙角占据大片的地盘 在莫无忌根本就不停止的时候 安雪胜就决定第一时间 顿进河西行修会 他在河西行修会中 有一个传颂阵 先走再说 当他看见莫无忌一纸点出 他就感觉到整个天地都变了 这一刻 整个天地之间只有这一纸 这一纸碾压了属于他 安雪胜的一切空间 这空间是世界 他就是这世界中 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生命 而他的生命 却被这世界掌控 压制 不 安雪胜疯狂怒吼 他好歹是五大帝之一 哪怕是大先帝 他也不惧 岂能被这一纸碾压 他想要激发自己内心的狂怒和抗争 然后冲出这一纸束缚 然而这一方世界 似乎生动起来 有了一丝生机 他连心底的那一丝抗争都无法生起 就被压制 这个时候 他就好像是人世间中 最微不足道的一颗尘埃 手指化成万军飓风 飓风轰然落下 安雪胜心底泛起一种绝望 从修道至今 他从未如今天这样 无力过 死亡的气息 蔓延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他这一刻想的不再是如何躲避 这根本就无法躲避的意志 而是在想着 他拼了命的要对付墨无忌 到底得到了多少好处 也许就因为他和别人的认为一样 墨无忌得罪了神族 将再也回来的机会吧 噗 血雾炸开 作为宇宙角的五大先帝之一 凶名赫赫的河西行修会 绘主安雪胜 在墨无忌面前 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他的确是相当于一个大先帝 但墨无忌在沙纳黑衣大先帝的时候 还被十四名先帝围攻 而他是正面单对单的硬抗墨无忌 一枚戒指和一个圆珠被墨无忌收起 天外天道场上旁观的人越来越多 也是越来越安静 一道数十丈长的 深鹤从论到台边缘伸展出去 将天外天道场中间 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炎为依然没有从震撼中清醒过来 墨无忌居然一个人斩杀了 包括安雪胜在内的十六名先帝 这种实力难道是道帝 就是道帝也不可能有这么厉害的 事实上 修炼到了炎为这种层次 已经清楚 到底其实还是先帝层次 不过比先帝 对天地规则的理解更加深刻一些而已 墨兄 真没想到 这么快就能再次见到墨兄 疯狂惊喜不已的声音传来 跟着他的人已经急步走了过来 对疯狂这种人 墨无忌太了解了 这种人只有利益之上 别看他之前为人族说了几句话 那是因为他忌惮 或者是看好自己 随便说几句话 又不费什么代价 还能结交他墨无忌 何乐不为呢 墨无忌淡淡说道 之前多谢疯道主 帮我人族说句话了 还有刚才我不小心 斩杀了几名宇宙角的先帝 还请封道主见谅啊 疯狂赶紧说道 墨兄这话就见外了 我和墨兄早就认识 帮忙说句话算什么 至于被墨兄斩杀的那几个家伙 在宇宙角嚣张惯了 败坏宇宙角的口碑 现在墨兄杀了他们 算是帮了我疯狂 一个大忙 这句话 疯狂倒是没有瞎说 墨无忌刚才杀了宇宙角几名强者 对他疯狂来说 还真是帮了大忙 若不是他想要结交墨无忌 这个时候 他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他早就去掌控宇宙角了 宇宙角的道主府 现在空虚 他疯狂绝对可以一举拿下来 墨无忌自然看得出来 疯狂心里的迫切 他一摆手说道 疯狂主尽管自便 我还要去收一些旧账 再来和疯狂续旧 疯狂也知道墨无忌的意思 这是急着去灭掉 何兮行修会和弥妃商会 好 那我和墨兄事后再续 疯狂赶紧说完 迅速退走 墨无忌没有理会 疯狂 他是直接落在了 弥妃商会的门口 何兮行修会 他早已用神念看过 安雪胜被他斩杀后 里面的人几乎逃得 差不多了 而何兮行修会的地盘 除了在下面 埋了两条仙灵脉后 这个地方 墨无忌是真的不喜欢 弥妃商会就不同了 这里面居然还有一个仙髓池 墨阁主 墨无忌刚刚到 弥妃商会门口 一名光头男子就走了出来 抱拳问候 不要说墨无忌 刚刚在宇宙角的 天外天道场 斩杀了将近20名先帝 就是墨无忌 之前用神念 直接撕裂了 弥妃商会的禁止 弥妃商会的所有人 也都知道了 你是千伊萨 墨无忌知道 弥妃商会的会主 叫千伊萨 是一名道地存在 千伊萨强忍住内心的 愤怒和忌惮 再次对墨无忌抱拳说道 正是弥妃商会的会主 千伊萨 之前我弥妃商会 和墨格主有些见血 遗憾的是 我根本就不在宇宙角 我回来知道了后 很是自责 墨无忌可以在将近 20名先帝的围攻下 尽数将对手斩杀 毫发无损地出来 他千伊萨可做不到 否则的话 就凭墨无忌敢撕裂 他弥妃商会的禁止 他就会直接杀了墨无忌 哦 墨无忌不置可否地 欧了一声继续问道 之前围杀我的15名先帝中 弥妃商会有几人 有5人 但这5人出去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一直在闭关中 还是知道墨道友来到了这里 才赶紧出来 千伊萨面带歉意地说道 事实上 他还真的不在意 他好歹也是一个道弟 虽说对墨无忌忌惮 他也相信 墨无忌不敢对他动手 当然 前提条件 是他先给足面子给墨无忌 然后拿出一些好处给墨无忌 至于斩杀墨无忌 这件事 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搞定的 等他和神族强者联系后 在联合其余的势力 被墨无忌进行围攻 墨无忌是人族的 人族在天外天宇宙壮大 和各族的利益都相悲 太上天宇宙先成 被神族赶走后 人族流落到一块陨石上 我听说弥非商会经常在论道台上 斩杀我人族修士 墨无忌 语气很平静 就好像在叙述一件 和他毫不相干的事情一般 千伊萨笑了笑说道 的确是有这样的事情 不过墨格主也知道 在天外天宇宙这个地方 都是强者说话 论道台上 难免有损伤 我肯定只要墨格主 常驻宇宙脚后 这种事情绝对会消失不见 事实上这种事情 在千伊萨看来 还真的算不上什么 死了几个无关紧要的人而已 谁让人族之前 在天外天宇宙 没有说话的权利 就是他 弥非商会 人族先帝也不止一个 这么多人族修士 在宇宙脚被杀 也没见他们站出来 说什么话 很好 墨无忌说了两个字后 领域忽然疯狂地席卷出去 千伊萨和墨无忌 谈话的过程中 墨无忌一直很是和煦 他哪里想到 墨无忌会突然用漩涡领域席卷他 墨无忌的领域之强 将千伊萨裹住后 他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千伊萨的实力 本来就不如墨无忌 如此被墨无忌的领域席卷 他立即落在了绝对的下风 他的领域刚刚伸展出来 墨无忌的一道神念剑意就凝聚出来 这可不是当初有形可学 直接炸裂帕轮头颅的神念剑意 这是无影无形 可以直接轰入石海的神念剑意 此刻千伊萨就好像被猛虎盯着一般 浑身发了 似乎他动一下 就会惊动盯着他的猛虎 墨格主 请不要动手 我今天之所以站出来说话 就是要对你做出一些赔偿 咔嚓 空间中似乎有一道肉眼 都看不见的利剑呼啸而出 直接轰向了千伊萨的眉心 千伊萨到这个时候 哪里还不知道 墨无忌根本就不想要他的赔偿 而是想要杀他 他再也顾不得别的 先帝领域更是无限制地收缩起来 他的眉心之前 更是被一道眩目的白芒守住 同一时间 一枚黑牌被他寄出 墨等他完全寄出自己的黑牌 周围的生机气息 就迅速被卷走 死亡的气息 更是凝聚起来 笼罩住了千伊萨 不对 这是神念剑意 千伊萨浑身发冷 他可是一个道地 神念攻击的可怕 他比谁都清楚 而神念攻击之中 最难抵挡的 就是神念剑意 这种神念剑意 可是需要最顶级的法宝 才能挡住 他 千伊萨虽然富有 还没有那种 可以挡住神念剑意的法宝 这次墨无忌的神念剑意 和之前摄像那两个 先帝后期不同 当时他受伤在前 还被其余六名先帝牵制 这次墨无忌单对单的摄像 千伊萨 还根本就不留守 千伊萨再强 也无法强到 无视这种没有留守的神念剑意 精血疯狂地被千伊萨燃烧 本来还想要和墨无忌斗法 几道神通 让墨无忌知道 他千伊萨也不好惹 再来和墨无忌谈判的 此刻 千伊萨完全没有了这种想法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快点离开宇宙角 剧烈地痛楚传来 咔嚓 千伊萨听到自己石海中 传来一声碎裂声响 他心里一沉 他的石海被撕裂了 再留下去 那是真的只有 死路他一条 一道霉浮露被千伊萨寄出 还没等他完全激发浮露 他的空间忽然凝固起来 跟着他看见了一道 裹满了火焰的拳头 此刻根本就不用 莫无忌那漩涡领域 席卷 火焰拳头拳 已经撕开了他的领域 这是空间规则气息 这一瞬间 千伊萨心里只有后悔 他不知道和莫无忌相差如此之大 如果知道和莫无忌相差这么大 他根本就走不掉 他肯定会选择和莫无忌拼命 就算是干不掉莫无忌 让莫无忌重创 也是好的 碰 石海被莫无忌神念建议重创的千伊萨 在莫无忌的烈狱拳之下 肉身直接崩溃 第814章疯狂的决定 莫无忌抓起戒指 对莫无忌伤会其余的人平静说道 莫非伤会从今以后彻底消失 这片地盘已经属于我的 所有的人离开这里 时间是时期 胆敢在这里带走一根小草的 也是杀无赦 在莫无忌斩杀千伊萨的时候 莫非伤会所有的人都开始心惊胆战了 就是几名先帝长老 也不敢站出来废话半句 此刻莫无忌解散莫非伤会 除非是傻了 才会主动站出来 啰嗦 几乎是在莫无忌宣布 莫非伤会成为历史的同时 所有的人都顿出了 莫非伤会 瞬息远去 袁莫叹道 无忌你可真是心善 若是我的话 我会一个不留全部杀了 他的确是感觉莫无忌太心善了 这种事情 无论是发生在星空邪海岛 谁的身上 也是必定斩尽杀绝无疑 莫无忌笑了笑 袁莫 你帮我去将河西行修 会用护震护主 然后挂牌拍出去 我要闭关一段时间 莫无忌之所以不杀尽 莫非伤会的人 是因为真的没有必要 商会和宗门不同 商会全部是利益结合起来的 一旦商会解散 这些人只会去寻找新的利益 至于原来的商会谁被杀了 没有人会记得 刚才千一萨被他压制住 也没见一个家伙出来帮忙 就知道 这是一群利益至上的乌合之众 莫前辈 言为忽然上前 公身失礼 叫了一声前辈 莫无忌也很是无奈 当修为相差到一定的程度后 哪怕他不在意 言为也不会和他一样 不在意 言为你有什么事情 就直接说吧 咱们也算是朋友 莫无忌摆摆手道 言为赶紧说道 太上天宇宙先成 被神族占据后 我仙界还残留十多万人族修饰 无处可去 现在挤在一块陨石上 连修炼的仙金都不够 还请莫前辈 不要出售和西行修会的地盘 直接转让给我们仙界经营 是的 莫前辈 言师兄说的都是真的 仙界人族挤在那片陨石上 连生存都有问题 更不要说修炼的事情 一边的农小雨 赶紧也上前说道 他和言为这些人 不甘心留在那陨石上消耗生命 这才冒死来到宇宙角 事实上在宇宙角和他们这样 想要活下去 结果还是死去的仙人 不知道有多少了 若不是莫无忌过来 他和言为依然是死路一条 正因为这样 他才会主动站出来 帮仙界修士多说一句话 莫无忌点点头 好 那言为你和小雨负责这件事吧 我必须要闭关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让袁莫照看一下 莫无忌之所以急着 要闭关 不仅仅是弥妃行修 会有一个仙髓池 更重要的是 他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 他可以斩杀道地 却无法面对众多道地的围攻 而神族岂止有众多的道地 除了道地之外 神族还有一堆先帝 先尊 先王 袁莫清楚莫无忌的想法 当初莫无忌被包补逼着逃离邪海岛 结果闭关几年出来 直接杀上了星空邪海岛 估计这次莫无忌 还是知道自己的不足 想要继续闭关一段时间 无忌 你放心闭关好了 这里一切有我 袁莫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位朋友说的 对 莫兄放心闭关 只要我疯狂还在宇宙角 就没有人敢对莫兄身边的人 做什么 疯狂意气风发的声音传来 这些年 他这个道主做的也是辛苦 尽管占据了道主府 可惜的是 不听他声音的人太多了 甚至上次 大家出去寻宝 也不带他疯狂 这次莫无忌 直接斩杀了道主府的庶名先帝 甚至还包括大先帝飞虎 这让可以反对 他的声音直接小了下去 他仅用了短短时间 就彻底地掌控了道主府 莫无忌知道疯狂的意思 疯狂是宇宙角的道主 尽管还不到道地实力 他能爬上道主这个位置 就说明他不简单 那就多谢丰兄了 我还真有一件事 请丰兄帮个忙 莫无忌想到自己要闭关很长一段时间 既然疯狂要交好他 他也不在意 不过疯狂如果想要再说说话 不做事的话 就别和他交往 他最反感这种人 疯狂朗声说道 莫兄请说 只要我疯狂能办到的 我疯狂必定全力以赴 莫无忌说道 这件事 我相信疯狂可以办到 就是仙界 人族还有十多万人生活在一块雨石上 我希望疯狂能帮个忙 为他们找一个安身之处 等我出关了 必有感谢 莫无忌出关后 是准备去收回太上天宇宙仙城的 至于太上天宇宙仙城中的神族 呵呵 只要他出关后 还没有走的话 别怪他斩尽杀绝 呀 疯狂愣住了 这个忙他不是帮不上 而是因为这个忙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几千人的话 他倒是可以帮忙 十多万人啊 他疯狂如何帮忙 宇宙角倒是有这样一大片空地 但这一片空地觊觎的人太多 别看他疯狂表面上掌控了这片地盘 这片地盘的归宿 根本就轮不到他疯狂说话 随着天外天宇宙流出来的修炼资源 越来越多 宇宙角这个公共场所 越来越繁华 只要是稍微大一些的种族 都盯着这块地盘 更何况 他若是将这片地盘拿出来交给墨无忌 那是明确得罪神族了 神族可是一个大族 他疯狂的后台不小 也没有大到和神族相抗的地步 墨无忌淡淡一笑 疯道主若是觉得困难 那就算了 疯狂一咬牙 心里有了主意 只要他告诉墨无忌这片地盘 让人族主动过去住下 到时候 他推个一干二净就可以了 不会 倒是 疯狂说了四个字 再次顿主 这件事 如果换到别人头上 也许还能成为一个朋友 这样敷衍过去 若是换到墨无忌头上 他恐怕无法结交到墨无忌这样的朋友 和墨无忌这种人交往 他不付出一点 辛苦和风险 光凭嘴说话 有好处就沾 那大家还是别谈朋友 继续谈利益上的 合作问题 他肯定 只要他一说出让人族自己过去 他装着不知道 墨无忌马上就会明白他的心思 将来从结交可能性中剔除 当年 他想要帮助神族留下墨无忌 那是因为墨无忌实力太弱 他疯狂无法抗拒神族 现在墨无忌一个人 杀十多名先帝 一些弱点的种族 也没有这么多先帝 墨兄 在宇宙角 的确有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个族都想要的 我做主留给墨兄 来安排人族修饰 不过 我有句丢人的话要说 在前面 到时候 肯定有人要对付我 还请墨兄 不要袖手旁观 疯狂 终于下定决心 不承担后果 就不要和墨无忌这种人结交 墨无忌哈哈一笑 拍了拍蜂黄的肩膀 拿出一枚通讯珠 递给蜂黄说道 蜂黄 你这个朋友 我交了 虽然有些利益的心思 在里面 倒不视为一个敢作敢为的 有什么事情 直接叫我墨无忌 哈哈哈哈 无忌 要得到你的一句承认 还真不简单 你放心闭关 就是神族 强者来了 在宇宙角 也不能无视我蜂黄 蜂黄听到墨无忌 承认自己算是他的朋友 心情大为畅快 他在宇宙角这么多年 修为不算是最高的 却能踏上宇宙角道主的座位 凭借的 就是慧眼识人 他肯定墨无忌将来 有一个无比辉煌的前程 否则的话 不会连袁墨这种道地 也会跟在墨无忌身边 况且墨无忌这种强者 根本就不是人多可以为杀的 距离宇宙角 至少有数百万里之外的一处虚空角 一块巨大的陨石 悬浮在虚空之中 陨石四周被护镇护主 不断有修饰 在护镇边缘走动 陨石上密密麻麻的 挤满了各种空间法宝 和一些简易洞服 自从神族大军 将人族从天外天宇宙 最后一个先程 太上天宇宙先程赶走后 人族就没有了去路 只能在三明先帝的带领下 禁锢住了虚空中的一块陨石 在这陨石上苟延残喘 所有的人都清楚 这块陨石不是九流之地 不要说神族杀一个回马枪 就算是神族不来 这陨石上先灵气匮乏 空间狭隘 也不是修道的场所 可惜的是 天外天宇宙的浩瀚虚空危机太大 出去的人 十有八九都会陨落在其中 几年时间过去 一些忍受不住的人族修士 离开了陨石后 就再无踪迹 猎虚倒是可以去 那里人族只要靠近猎虚 就会被人斩杀 神族早就在猎虚外围 布置了众多人守着 唯一可以去的地方 反而是宇宙角 宇宙角表面上 还算是公平公正 至少不会有人直接对你动手 就算是要对你动手 也会去一下论倒台 不同意的话 只能离开宇宙角 但去了宇宙角的仙人 也是实不存一 绝大多数都是被论倒台 挑战致死 极少一部分 躲在西战中不出来 可这又能躲避多久 此刻在陨石中间的一处空间大殿中 三人正愁眉对坐 其中有两人莫无忌都认识 玄河仙门的问栏女帝 转魂道的陆子亭 还有一人莫无忌不认识 是来自清虚道的道主杰颖 三人都是先帝 这陨石上的仙界修士 能活下来 都是因为这三人出手 将他们带出来了 现在三人都非常清楚 他们如果再不找到出路 留在这陨石上 依然是死路一条 第815章 人族终于有了强者 我建议还是去天外天走廊 那里虽然也是绝路 至少那里 还能经常弄到修炼资源 比起留在这里 等死要好得多了 陆子亭叹了口气 打断了沉默 恐怕很难 天外天走廊 根本就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 那里的确有众多的修炼资源 可那里一样的不适合修炼 除非我们能够过一段时间 就离开天外天走廊 修静修一下 否则的话 去了天外天走廊 就算是不被杀掉 也只能实力越来越弱 清虚道的道主杰颖摇了摇头 陆子亭立即说道 不一定 当年莫宗主 不过是先尊实力 不一样 在天外天走廊过得很风光 甚至还开了一家单格 杰颖平静说道 陆门主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莫宗主 更何况 莫宗主形势虽然快意 结果如何 传闻被神族斩杀了 不对吧 我听到的传闻 是莫宗主斩杀了神族的道地 然后从容走掉 陆子亭毫不犹豫地反驳道 莫无忌当年还是先王的时候 就组建了平凡 这让陆子亭非常钦佩 哪怕他知道 莫无忌斩杀道地的传闻 肯定是假的 他也不想承认事实 只有到了天外天宇宙这个地方 才清晰地明白 人族出现一个顶级强者有多重要 看见解影 还要说什么 问栏摆了摆手说道 那莫无忌和我有过一面之缘 当初自在仙域的罗兄帮忙算了一下 他应该不是夭折之相 想必不会出事 不过去天外天走廊的事情 不大现实 我仙界能残留在这里的人族 看起来十几万 实际上到了天外天走廊 也许要不了几年 就会消亡殆尽 问栏女帝的话并没有说完 就呼得站起 脸上带着惊喜 怎么了 杰颖和陆子亭同时疑惑地问道 被困在这块陨石上 有惊是正常的 有喜就不正常了 问栏解释道 是我宗门弟子颜维回来了 没想到他居然还能回到这里 问栏女帝的确是没有想到 从陨石这里出去的仙界修士 从没有人能回来的 颜维一定要出去 问栏也很是无奈 他知道若是害怕颜维陨落 强行将颜维留下来 颜维将来也只能到先王中期为止了 实际上颜维资质不错 在玄河先宗也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问栏女帝甚至考虑过 将来让颜维继承宗主位置的 赶紧将她叫来 问问宇宙角的情况 还有我清虚道的八星天才农小雨 如何了 解引急切地说道 他们被滞留在这块陨石上 也是万般无奈 寻常弟子出去 还有一线生机 一旦他们先帝离开这里 那基本上就是死路 在这个地方 他们三名先帝陨落了 那就等于这块陨石上的人 基本上没有了活路 不用 他已经过来了 不对 问栏跟着脸色微微一变 在颜维身边 还有一名我不认识的强者 无论是谁 我们退无可退了 若是他逼迫颜维回来 我们与死网破 有死而已 解引哼了一声 同样站了起来 问栏摆摆手 应该不会 颜维的秉性我还是了解的 就算是他陨落了 也不会被判人阻的 宗主 谢前辈 路前辈颜维回来了 颜维的声音 已经在大殿门口响起 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和兴奋 快进来 问栏一样有些急切 他居然看不透 跟随在颜维身边的那名 身材高大男子修为 是 颜维说话间 带着一名身高将近两米的男子 走了进来 一进入空间大殿 颜维就 躬身失了一礼 然后赶紧介绍道 宗主 两位前辈 这位是袁墨前辈 袁前辈 受墨宗主所托 前来带我们人族修士 前往宇宙角 等等 几乎是在同时 问栏女帝 陆子婷和谢尹三人 叫住了颜维 颜维 刚才这句话说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也太让人震惊了一点 什么叫受到墨宗主所托 带人族修士 去宇宙角 颜维 你说的 墨宗主是谁 问栏 终于单独问了出来 颜维缓了一口气 赶紧解释道 墨宗主就是墨丹帝前辈 也就是墨无忌 墨无忌 果然没事 问栏女帝欣喜地说道 她对墨无忌还是很看好的 否则的话 当年她也不会拿出自己的悬河 让墨无忌感悟长河神通 还让墨无忌称呼她师姐 哈哈 无忌怎么可能有事 宇宙角区区几个小鱼小瞎 也配让无忌有事 袁墨哈哈一笑 魂不在意地说道 颜维赶紧道 袁墨前辈是一名道帝 受到了墨宗主的委托 护送我来这里 道帝 尽管道帝在墨无忌眼里 也不过是先帝 可是在问栏 杰颖和陆子婷的眼中 道帝那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不可触摸的境界 他们可没有机会和墨无忌一般 杀道帝也不是一个两个了 况且他们 常年受到太上天的熏陶 宣传道帝的至高无上 心里更是对道帝 产生了一种敬畏感 若不是这次紫昌落 作为一个道帝 抛弃他们 斩断了前往太上天的道路 他们对道帝会更是尊敬 见过袁前辈 三名先帝缓过神来 强压下内心的惊慌 对袁墨行礼 袁墨一摆手说道 极为严重了 无忌特意说 问栏是他师姐 极为叫我的名字 或者是袁兄就好 前辈境界远远高于我等 岂可平辈相称 解影赶紧说道 感受到袁墨并不是那种 不尽人情的道帝 三人略微放松了一些 我不过比你们多误了几道 天地规则原理多些而已 无忌斩杀的道帝 也不知道多少了 几位 还是和我平辈相交吧 袁墨再次哈哈一笑 摆了摆手 墨宗主真的斩杀了道帝 陆子廷震撼地说道 事实上 他以为墨无忌斩杀道帝 这件事有假 不过这种宣传 对人族气势很有帮助 管它真假 只要有传闻就行 在一边的颜维急忙说道 陆门主 这件事是真的 我亲眼看见墨宗主 斩杀了弥妃商会的道帝千伊萨 什么 就是问蓝女帝也震撼起来 甚至 忘记了旁边 还站着一名道帝袁墨 她的语气 甚至有些颤抖 颜维 你说 墨宗主真的斩杀了道帝千伊萨 墨无忌 的确不错 否则的话 当年他问蓝也不会如此 看中墨无忌 就算是墨无忌再不错 在问蓝看来 墨无忌想要成长到先帝 至少也要个几百上千年 而现在才多久时间 墨无忌就可以斩杀道帝了 是 宗主 颜维答道 你赶紧将事情的经过说一下 这次不等问蓝女帝发问 一边的劫影也来不及了 甚至忘记了询问农小宇的情况 颜维恭敬地说道 我和小宇师妹到了宇宙角后 我人族修士 的确是没有生存空间 我刚刚到宇宙角就知道 所有到宇宙角的人族修士 都活不到三天的 他们基本上要被人挑战 被人挑战就要上轮到台 果然我被人挑战了 小宇师妹一样被人挑战 我知道如果我们接受挑战 那只有死路一条 我就偷偷地离开了宇宙角 想要回来报信 千万不要去宇宙角 我刚刚离开宇宙角 就被神族的强者盯住 尽管我有一枚顿佛 依然无法彻底逃脱 结果在虚空中 我遇见了墨宗主 墨宗主杀了那名追杀我的神族先王后 和我来到了宇宙角 后来呢 杰影有些交集 龙小宇可是清虚道的天才弟子 清虚道为了培养龙小宇 可是花费了大力气 若是龙小宇陨落在了论道台 那对 清虚道来说也是巨大损失 我们到了宇宙角的时候 小宇师妹正在和和西行修会的 一名大罗仙论道 结果小宇师妹占据了优势 和西行修会一名先尊 果然在这个时候要干涉论道 结果被墨宗主直接捏死了 和西行修会的一名先帝又要出头 再次被墨宗主一拳轰杀 好 杀得好 陆子廷听得热血沸腾 直接拍手说道 我仙界缺少的就是这种气势 缺少的是这种带头的强者 所有的人都知道 陆子廷在说 谁 是在骂子昌落贪生怕死 不配占据太上天 领袖整个仙界 陆子廷的确在骂子昌落 从神族围攻太上天宇宙仙城开始 他就憋屈到现在 若是有墨宗主这种人带头杀敌 哪怕战死在人族仙城 他陆子廷也无怨无悔 没想到宇宙角居然出来十五名 先帝围杀莫宗主 其中还有大先帝飞虎 然而莫宗主神通通天 接连斩杀这十五名先帝 后又杀了河西行修会的安雪胜 最后他才去弥妃商会 杀掉了千伊萨 遣散了弥妃商会 又将河西行修会的地盘 留给我们仙界人族 他留在弥妃商会闭关 好 就连杰影也忍不住叫了一句好 能出现在宇宙角的先帝 都是九经战争的 莫无忌居然可以斩杀十七名先帝 又杀了一名道帝 这是何等强大 他现在和陆子廷一样的想法 只恨自己不在宇宙角 如果在宇宙角 能和莫宗主这种人 一起并肩杀敌 可比和紫昌洛 这种小人在一起战斗 要强大一万倍都不止了 只有在天外天宇宙这个地方 才知道一个种族 多么需要强者庇护 现在 人族终于有了一个强者出来 第816章 练昆吾 莫宗主解散弥妃商会后 宇宙角其余的势力并没有出来 而 宇宙角的道主凤凰主动出来 结交莫宗主 将我们人族全部移到宇宙角去 就是莫宗主请凤凰道主办的 原莫前辈和莫宗主是朋友 受莫宗主之托 前来带我们去宇宙角 这个时候 莫宗主已经开始闭关 因为一口气将这些说出来 总算是缓了下来 莫宗主会不会受伤了 杰影 听到莫无忌开始闭关 紧张地问了 一句 无论是留在天外天宇宙的人族安危 还是莫无忌这种强者 对人族的重要 杰影都很是担心莫无忌的情况 问蓝女帝感叹道 我还是小看了她 谢道主 不用担心 我肯定无忌师弟不会受伤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她闭关的目的 应该是准备夺回太上天宇宙仙城 听到问蓝女帝的话 陆紫婷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她想要杀太上天宇宙仙城中 那帮神族的孙子好久了 这次终于有人带头 她要告诉神族的所有人 她陆紫婷的血一样 是热的 不是只喜欢逃跑缩起来的 孙子 当年眼睁睁地看着无数仙界人族 被神族强者屠戮 而无论为例 她陆紫婷如果不找回来 她的道心也有损 走吧 我们赶紧去宇宙角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将来 莫宗主收回我们的仙城 我陆紫婷就是冲在第一个的 大笑王后 陆紫婷更是直接了当地说道 问蓝女帝和谢颖 毫不犹豫地赞同陆紫婷的提议 人族被压在这个陨石上 本来就没有去路了 现在莫无忌在宇宙角有了说话的权利 他们自然要去宇宙角 第一个给自己生存的空间 第二个要支持 莫无忌 绝对不能让莫无忌一个人为人族拼命 陨石上所有的人族修饰听到 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去宇宙角 纷纷欢呼不已 在这块陨石上留下去 迟早都是死路一条 有人都准备寻找出路了 现在突然来了 这样一个好消息 谁也不会耽误片刻时间 如果是十几万寻常人 要换一个地方 也许需要很多天才可以动作 但是十几万最低也是 玄仙以上的修饰 基本上只要号令一声 所有的人都可以迅速响应 十多万人在最短的时间内 就进入了一艘巨大的飞船法宝 陆紫婷控制着飞船 刚刚离开雨时 就被数艘小的飞船法宝拦住 是神族的先帝 结影和神族战斗的次数太多了 几道飞船一过来 他就看见了 来人是神族的先帝 七名先帝 一字排开 拦在了巨大的飞船之前 为首的一名尖头中年 黑黑一笑说道 各位不要急着离开 再在这里等候一年时间 甚至要不了一年时间 我神族就会来邀请各位前去做客 陆紫婷也冲到了甲板上 他和解也 问拦三人听到这话 立即就知道他们留在这陨石上 到现在还没有事情 并不是神族不动他们 而是要等一段时间再动 三人对视了一眼 更是清晰地明白了神族的用意 过一段时间动他们 绝对不是请他们去做客 邀请我们做什么 问拦女帝冷静地问道 他想要知道 为什么神族要等一段时间 才来动他们 做什么 当然是好事 这名神族先帝 再次黑黑一笑 袁末知道末无忌和神族有大仇 他不耐烦继续啰嗦 直接一步跨出飞船 直接寄出狼牙 垂抡了出去 这里七名先帝 不过一名先帝后期 其余的不是初期 就是中期 他袁末虽然不如末无忌 还不拒了区区几名小小的先帝 几乎是袁末冲出去的同时 陆子亭三人一样的冲了出去 袁末无论和末无忌关系如何 终究是一个客人 总不能说客人出手 他们主人还看着吧 袁末狂暴的领域伸展出去 几名神族的先帝 瞬间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这是道地的领域 他们七个先帝先帝 居然来拦一名道地 和三名先帝 这是做死呢 还是做死 轰轰轰 领域撞击在一起 两名先帝初期 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袁末的狼牙捶轰杀 至于那名先帝后妻 更是被袁末重点照顾 袁末也是第一次 伸展出了自己的空间禁锢 这还是末无忌交给他的 那名先帝后妻堪堪 寄出了自己的法宝 就被袁末禁锢住 下一刻 他的脑袋 已被袁末的狼牙锤 轰成碎扎 剩下的四名 先帝见状就要逃走 可陆子亭三人 也不是指胡的 三人都是一中之主 直接压制住了三名先帝 至于逃走的那名先帝中妻 一样的 没有走出树里 就被袁末 再次追上轰杀 等袁末回来的时候 问蓝女帝 已经斩杀了和他对战的 那名先帝出气 并且在帮助杰颖 袁末再次两道空间禁锢 锦鱼下的两名先帝 进阶被杀 袁师兄 对空间规则的领悟 远不是我们能触摸到的 如此简单的 就杀了七名先帝 无论是问蓝 还是杰颖 或者是陆子亭 对袁末都是钦佩不已 同时心里 对道帝更是生出了 极深的忌惮 别看刚才他们 斩杀神族七名先帝 轻松不已 实际上都是袁末的功劳 袁末那种空间禁锢 若是他们遇见了 一样的只能选择陨落 袁末 哈哈一笑说道 我只不过领悟了 空间规则的一些皮毛而已 真正对空间规则精通的 不是我 而是无计 我这点皮毛 就是无计交给我的 它是我见过的 最天才的修士 啊 问蓝三人惊喜起来 袁末刚才对空间规则的运用 让他们心里发寒 如果袁末对空间规则的理解 是末无计交的 那他们岂不是也可以 请求末无计传授 空间规则 问蓝更是了解末无计 他很清楚 末无计不是一个小气之人 我们赶紧去宇宙角吧 神族应该还不知道 我们离开 一旦神族的强者知道了 我们就算是要离开 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杰影缓过神来 迅速说道 好 问蓝和陆子婷 深以为然 神族要将他们 强留在这陨石之上 肯定有极大的阴谋 现在他们 好歹有了一个主导之人 只要找到末无计 那就有了希望 弥菲商会的地盘 被末无计 用顶级的防御阵护住 此刻末无计正宁 坐在弥菲商会 最深处的一个修炼室内 说是修炼室 其实这里 只有一个仙髓池 仙髓池墨无计也见过 但如弥菲商会 这样的顶级仙髓池 的确不多见 仙髓池上仙灵气 萦绕不休 末无计 知道 如果他植入几条 极品仙灵脉 再拿出一些清精 在这里 只要修炼个几年时间 他铁定可以跨入仙帝中期 不过末无计同样清楚 他没有几年时间 也许现在神族就知道 他来到了宇宙角 他和神族开战 就在眼前 他选择在这里 闭关的主要目的 是炼化昆无剑 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 炼化昆无剑 末无计是受到了 洛书的刺激 被十五名先帝围攻 如果不是两张洛书 他就算是将这十五名先帝 全部杀了 也会中创 而洛书 让他免去了中创 可见 先天法宝的用处 这也让末无计 对付神族多了一些底气 他一共可是有六张洛书 除此之外 他的神念剑意 连千一萨都无法躲避 直接撕裂了千一萨的 石海 可见 神念攻击手段的强大 他有紫色大壶 又有洛书 若是遇见一个 同样精通神念攻击的强者 如果他再多一剑昆吾剑 他的宝杖 就会再多一层 除此之外 昆吾剑还是顶级的攻击法宝 灭神族的时候 他可是需要最强大的杀伤力法宝 末无计 因为不修剑 得到昆吾剑后 也没有仔细观察过 这还是他得到昆吾剑后 第一次仔细地观察此剑 昆吾剑长三尺一寸 没有剑护和剑形 倒是有剑柄 剑身呈现灰色 没有半点上古十大神剑的风采 他修炼的本来就是凡人道 别人看他末无计 也是寻常凡人一个 现在他不一样站在了 先帝境界 斩杀到地马 末无计的神念 缓缓渗透到昆吾剑中 让末无计惊害的是 他的神念一渗透进去 就好像遇见了化工大法一般 昆吾剑中 忽然爆发出一股强悍的力量 这一股力量 犹如狂涛一般 疯狂卷走了他的神念 突兀遇见这种状况 末无计心里一惊 赶紧要收回自己的神念 看到这昆吾剑中 还有一个原神隐藏着 不对 末无计很快就否认了这一点 绝对不可能有人夺射 这也不是夺射的手段 看样子 这昆吾剑有点古怪 再古怪 想要吸干他末无计的神念 那就别做梦了 之前 他和十五名先帝对轰 神念干涸后 石海的紫色大湖 突兀爆发出来 更狂暴的神念 那一次 不但没有让他中创 还让他的石海 再次扩大 神念更是凝实 既然这昆吾剑要吸他的神念 那就比一比是他的神念强大 还是昆吾剑吸收强大 想到这里 末无计不但没有收回自己的神念 石海中的神念 更是犹如银河倾斜一般 轰向了昆吾剑 不但如此 他处神落的神念一样的是 不要命的疯狂 涌向昆吾剑 第817章同样是毁灭 如此狂暴的神念 涌入昆吾剑 就算是末无计的神念 再强大 一个石城不到 末无计的石海 也陷入了干涸 有了一次惊艳 这次 末无计不等紫色大湖主动补充神念 他就吞下树莓制清单 开始运转星海神诀 果然 星海神诀一运转 紫色大湖迅速补充神念 这一次 末无计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石海 再一次扩展 神念持续凝食 咔嚓 一声轻微的细响 末无计就感觉到 自己和昆吾剑 建立了一道桥梁一般 昆吾剑和他之间的感应清晰起来 其中似乎有一种恐怖的杀气 这就炼化昆吾剑的第一层禁止了 末无计心里极为疑惑 他虽然知道自己的实力 比之前强大的百倍都不止 可昆吾剑应该 是和洛书同等级别的宝物 他要炼化一层禁止 至少需要一两天时间吧 这才多久 一个时事而已 而且 这也不是正常的炼化手段 他只是疯狂地将自己的 神念送入昆吾剑而已 昆吾剑中 持续疯狂地吸收末无计的神念 有了第一层禁止的炼化 末无计更是肆无忌惮地 送入自己的神念 同时不断吞服至清丹 运转星海神诀 石海中的神念一次次地干涸 末无计感觉到自己的石海 一次次地扩展 神念持续地凝食 但昆吾剑的第二层禁止 就好像无尽深海一般 他根本就触摸不到边际 数天后 末无计强迫自己 停止了继续炼化昆吾剑 好在他炼化昆吾的第一层后 可以主动停止送入神念 否则的话 他估计会成为人干 石海中的紫气大狐 也只能补偿他的神念 并不能补充他的精气血 炼化了一层禁止的昆吾剑 悬浮在末无计的身前 昆吾剑看起来 依然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更加显得灰暗 末无计可以在其中 感受到一种狂暴的杀势 他甚至怀疑 只要自己的念头动一动 昆吾剑 可以将仙界的一个界鱼撕裂开 末无计刚想站起 忽然间一道剑意 出现在他的神念之中 剑意蕴含着暴力的杀势 和毁灭天地的气息 此刻哪怕他末无计再平凡 那一道毁灭剑意 依然跟随着他所在的每一处空间 原本平凡的他 这个时候 就好像一柄是天列地的利剑 末无计心里一惊 随即就明误过来 这既然是昆吾剑意第一事 他不知道昆吾剑到底有多少层禁止 他隐约有了一些明误 那就是 每恋化一层禁止 他的神念之中 就会多一道剑意 末无计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一道剑意的强大 他能够感受到 他肯定只要他利用这一道剑意 等他去神族的时候 将会多出一种 比他七戒指还要可怕的手段 可是末无计心里并无半点心细 他炼化昆吾剑 是要借助昆吾剑作为自己攻击的手段 是要将昆吾剑 当成自己的法宝 或者是兵器 而不是让昆吾剑 在自己的尸海中留下一道剑意 然后一旦激发 就不受自己控制 这一道剑意很强 绝不是他需要的 他末无计不需要任何 不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手段 出现在他的神念和身体当中 给我炼化 几乎是在这道暴力毁灭剑意 出现在末无计识海中的下一刻 末无计的神念 就铺天盖地的席卷上去 裹住这团剑意 想要继续炼化 事实 很快就让末无计心里一凉 他的神念刚刚裹上去 这一道剑意 就直接划出恐怖的剑芒 将他识海 神念直接斩成两边 恐怖的痛楚传来 末无计张口就是一道写剑 吞下几枚至青丹 末无计的脸色很是难看 如果早知道这昆无剑如此可怕 他宁可不要炼化这昆无剑 六张洛书 全部被末无计卷入石海 在这六张洛书组成的空间 将这一道剑意困住后 末无计毫不犹豫地 将青金之心送入了石海 第二次裹住了这一道剑意 果然 青金之心一裹住这一道剑意 这一道剑意就再次暴力起来 伸展出比之前更为狂暴的剑芒 在末无计的石海中 肆无忌惮地纵横来去 好在这次末无计有了准备 这些剑芒 进阶被洛书挡住 末无计微微淤了口气 他可以感受到 青金之心在缓慢地焚烧掉 这一道剑意上的暴力和毁灭 可是那速度实在是太慢 青金之心等级太低了 末无计守一张 青金之心出现在他的手心 青金之心中有七道淡淡的火牙 这是七级鲜艳的标志 当初末无计用混沌火母精 让青金之心 晋级到了七级鲜艳 这不是混沌火母精的等级不够 让青金之心无法晋级 而是因为青金之心晋级的地方 仙灵器和天地规则达到了极致 末无计的神念修为也有限 限制了属于他的青金之心继续晋级 现在他的修为来到了仙帝初期 再加上这里有一个仙髓池 青金之心想必可以继续晋级了 末无计再次抓出那枚混沌火母精 在仙髓池浓郁的仙灵器之下 青金之心的火苗迅速爆棚张开 卷走了混沌火母精 炙热的气息升起 末无计就感觉到仙髓池中的仙灵气息 犹如绝地的河水一般 涌入了青金之心中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混沌火母精呼地跌落下来 一朵更加清脆的火焰出现在末无计的面前 火焰中心的嫩芽从七个变成了九个 末无计清晰地感受到 青金之心的温度比之前增加了数倍都不止 他清楚 这是自己的青金之心晋级到了九级鲜艳 这应该又到了极致 想要继续升级 怕他还要寻找天地灵气更加浓郁的地方 看了看混沌火母精 末无计心里暗自感叹 将青金之心晋级到九级鲜艳 他居然感受不到这混沌火母精的消耗 这混沌火母精实在是太逆甜 而他居然有十一枚这样的火母精 至于脚下的仙髓池 此刻早已没有了之前那种浓郁的仙灵气息 绝大多数的仙灵气都被青金之心卷走 将混沌火母精收起 末无计继续让青金之心裹住了石海中的那一道剑意 在末无计收走青金之心后 那一道剑意安稳了一会 现在青金之心卷土重来 这一道剑意又一次地狂暴起来 无穷剑气在末无计的石海中纵横 末无计心惊肉跳 若是他没有六张落书 这种恐怖的毁灭剑意会撕裂他的石海 他怕是会成为白痴吧 痴痴 一道道声响从那毁灭剑气中传出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青金之心燃烧了一般 末无计心里松了口气 他明显地感受到了青金之心燃烧程度比之前快了十数倍 随着青金之心的燃烧 那暴力和毁灭的气息渐渐被炼去 一种大道的鸣雾涌上心头 末无计干脆闭起眼睛开始运转不朽凡人诀 石海中的剑意慢慢地淡化 在暴力和毁灭消失之后 那剑意变成了一种浩瀚和磅礴 在不朽凡人觉之下 这种浩瀚礴的剑势转为寻常平凡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末无计呼地睁开眼睛 他周身那毁灭的剑意消失不见 那铸留在石海中的狂暴剑势也没有了踪迹 末无计的气息恢复了平凡 没有了任何咄咄逼人 悬浮在他眼前的昆无剑也消失不见 末无计松了口气 他的手腕上出现一道淡淡的剑形痕迹 炼化了昆无剑第一层静置的末无计很清楚 那是昆无剑所化 昆无剑的第一剑剑意化成剑势存在 只不过变成了他能够掌控的 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可以让这一道剑势 变成气势磅礴红耗的剑意 这种剑意已经是被他控制 再也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毁灭气息 难怪败叶想要昆无剑 这种气势磅礴的剑意一旦掌控 败叶的实力何止强大了一倍 随即末无计心里就是冷笑 他没有让败叶得到昆无剑 这是帮了那个混蛋 昆无剑第一层静置的可怕 恐怕不是败叶能够炼化的 就算是败叶炼化了第一层 他也不过是昆无剑的一个奴隶把 帮助昆无剑四处毁灭一切 他可不相信 败叶有他这种强大的石海 和一堆的至清单 甚至还有星海神爵 退一万步来说 败叶有这些 他也没有洛书和九级鲜艳清金之心 也许除了他墨无剑之外 还真的没有几个人 能够掌控昆无剑的可怕 在他看来 炼化了昆无剑第一层静置 不过是刚刚开始 真正炼化昆无剑第一层 是要将那狂暴毁灭的 剑一炼化 否则最后 说不定会成为气灵 或者是一个杀戮机器 毁灭天地的开始 一种新的名物 被墨无剑感受到 天地之所以可以被毁灭 是因为一种凌驾于 天地之上的力量和气势 就如昆无剑之前的 那一道毁灭暴力的剑意 墨无剑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激动 抬手又是一指轰出 一指撕裂了 弥妃商会的一切禁止 撕裂了宇宙角的一切护震 人世间的一切 都在这一指掌控之下 这仅仅是开始 在人世间 一切生灵匍匐在地 等候命运的降临之急 这一指再次爆发出 更为狂暴的气息 天地在这一刻消失 一切都在这一刻毁灭 此刻 墨无剑只想怒吼 七戒指的第二境界 天地 他终于掌控了 同样是毁灭 这一指的毁灭 掌控在他墨无剑手中 而之前那昆无的毁灭剑意 却不是他墨无剑可以掌控的 第818章 否则如何 墨无剑满意地收回了手指 这才发现 他所在的弥妃商会 已成了一片废墟 无剑 你这也太 疯晃的声音及时传来 他的表情 显得很是无奈 他也没有想到 墨无剑闭个关 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回了弥妃商会 倒也罢了 反正 弥妃商会 现在是墨无剑的地盘 但将整个宇宙角的护震撕开 这可不是小事情 墨无剑歉意地说道 抱歉啊 抱歉 我刚才有些不大小心 嘴里说着抱歉 事实上 墨无剑心里 还真没有多少抱歉 尽管当时他感悟到了 七戒指的第二戒天地 如果他不想立即尝试的话 也不是不行 但在宇宙角这个地方 墨无剑 还真的不在意 宇宙角这个地方 杀戮了多少人足修士 他现在就怕没有人来找他 要重新划分宇宙角的利益和隔绝 持有杀戮 况且宇宙角的这个护震 是他故意撕裂的 有一句话叫着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他想要重新布置宇宙角的护震 只能找借口 将这个护震撕裂掉 在别人的护震下 他墨无剑可不会过得安心 疯狂忽然 传音说道 人族的所有人都到了宇宙角 我已经安排妥当 其中血族和海族 还有神族强者强烈反对 虽然我极力阻拦 还是让人族被杀了上万人 我本来想要叫你的 又怕担心影响你感悟神通 好在元凶和我道主府在 那些人也很忌惮你 才暂时住手了 之前 莫无剑感悟神通的气势 尽管有护震护主 外面依然可以感受到 疯狂巴不得 莫无剑神通更加强大一些 加上局势 还在他的可控范围之内 他才没有强行让莫无剑出关 疯狂的话 刚刚说完 十多名强者 就落在了弥妃商会之前 莫无剑大怒 自己和元末加起来 干掉了将近二十先帝 依然无法阻拦这些家伙 对人族的杀戮 看样子 他的手段还不够狠 他需要更加强硬一些 将杀意隐秘起来 莫无剑的神念 随便扫一下 就知道 这十多名强者中 至少有三名到底 五六个大先帝 其余的 几乎全部是先帝后期 至于先帝 中期和初期 莫无剑是一个都没有看见 之前莫无剑 灭掉了弥妃商会 灭掉了河西行修会 也没有一个人出来 现在他一破开宇宙角的护镇 就出来一大帮家伙 一名身材高大的红犯男子 落在了莫无剑面前 抱拳说道 莫阁主 我们也知道 你神通惊人 你能来宇宙角 我们也是极为欢迎的 但是你也不能一到宇宙角 就将宇宙角的护镇撕裂吧 你和神族的恩怨 我们也清楚 可现在宇宙角除了神族 还有更多其余的种族 还请莫阁主给我们一个说法 否则的话 莫无剑和血族的顶级强者 薛卢打过交道 这名身材高大的红发男子 一站出来 他就知道这是血族的强者 修为应该在大先帝之上 属于道地强者 这是血族的道地尼凯 疯狂的传音及时到来 否则 如何 莫非你想要对我动手 莫无剑冷冷地说道 周深气势暴涨 就是血族的强者不来找他 他也要寻找过去 在他莫无剑回来后 还在宇宙角这个地方 杀了一万人足修士 他莫无剑就这么好说话吗 在宇宙角这个地方 只有拳头大了 才有人会坐下来和你说话 否则的话 再低声下气的道歉 也不会有人同情你 尼凯脸色微微一变 他想不到莫无剑如此不给面子 没等他说话 另外一名道帝就站了出来 抱了一下拳 各位宇宙角的同道 看样子 莫阁主仗着自己的实力强硬 要抢占宇宙角了 前几天 不但迁移了十多万人足修士 来到宇宙角 现在还公然撕裂宇宙角的护震 宇宙角是属于大家的 我希望大家 能和我还有尼凯道帝站在一起 一起来看看这个嚣张的莫阁主 有多大的神通 数名强者迅速上前 和两名道帝积角力 死死地盯着莫无剑 尽管还没有动手 空间已冲测了一种 强者领域叠加的气势 可是更多的人并没有上来 无剑 我袁莫来了 身材高大的袁莫 直接跨了进来 袁莫简单地一步跨入 几名强者叠加的领域 气势立即削弱了许多 还有我陆子婷 我接影 我曾青蓝 三道人影落在了莫无剑身边 除了谢影 陆子婷和问蓝女帝莫无剑都认识 莫无剑欣喜地对三人点点头 这才盯着眼前众多的强者说道 我之前修炼的时候 不小心打破了宇宙角的护震 我很是歉意 这护震 我一会 就会补上去 各位无意 和我人族做仇敌的请退后一些 当然 之前在宇宙角杀了我人族的 就不要退去了 因为你退了 我也要杀你 原本就有些犹豫的几名先帝和大先帝 在听了莫无剑的话后 干脆迅速退后 不要说莫无剑轻易可以斩杀到底 以莫无剑在宇宙角斩杀的先帝数量 一旦在这里杀不掉此人 那就是给自己的种族惹来极大的祸患 而且 这里有几个傻瓜 谁不知道 这是神族想要利用大家 如果神族可以碾压莫无剑 利用就利用 现在神族根本就无法碾压莫无剑 可没有人愿意继续被利用 之前宇宙角的护震 没有破的话 还可以尝试一下围攻莫无剑 然后将莫无剑强行留下 现在宇宙角的护震 被莫无剑撕裂 不管莫无剑是有意 还是无意 想要继续困杀莫无剑难度增加了一倍 都不止 再者 莫无剑身边 还有三名先帝 一个道帝 加上道主疯狂 明显的是帮助莫无剑 谁愿意冒这个风险 看见妖族的道帝也是 退走 血族的这名道帝 心里有些后悔起来 他感觉自己 被神族拉进坑了 上了神族的大当 当初人族 在疯狂的允许下 十多万人进入宇宙角 神族邀请他 代表血族和疯狂说道理 可没有说过 要杀人族的修饰 他血族 需要在宇宙角立足 被疯狂 划给人族的那块地盘 血族寄予好久了 就算是不能全部拿来 拿回来一部分 他也满足了 没想到神族的这名道帝 居然不问青红 直接斩杀了人族上万的修饰 这让他退无可退 莫无剑修炼的时候 直接撕裂宇宙角的护阵 他这才抓住机会 责问莫无剑 本来只要莫无剑认错赔偿一下 他就不会再废话 因为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到时候 人族退出了那块地盘 他血族可以多弄一些 至于人族 在宇宙角占据的那块地盘 他尼凯从来都没有想过 莫无剑敢长期霸占的 哪怕莫无剑是顶级道帝 也不敢这样做 宇宙角可是上百种族 无数势力融合在一起的 莫无剑 还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以此得罪这么多人 莫无剑看见 只剩下了两名道帝 和三名大先帝 一名先帝后妻 心里大喜 区区六个家伙 也敢对他动手 就算全部是道帝 又如何 圆莫 动手 莫无剑一张手 半月重挤就寄了出来 等等 我先退走 我血族之前 并没有杀过你人族的修士 莫阁主 如果一定要和我血族拼杀 我血族也不是你捏的 尼凯迅速做出了决定 人族出了莫无剑 迟早要崛起 趁着现在还没有得罪道帝 他赶紧退出来 几乎是在尼凯说话的同时 神族的那名道帝 已是扑向了莫无剑 之前 一万多名人族修士 全部是神族斩杀的 就是要将其余的种族拉进来 联手对付莫无剑 莫无剑突兀 来到宇宙角的战绩 太过可怕 他 神族的强者 一旦被莫无剑斩杀殆尽 哪怕神族的人再多 也只能等死 尼凯退去 莫无剑根本就没有理会 他的半月重挤 划出了一道长河 轰向了神族这名道帝 之所以没有施展大漠几忙 布置困杀大阵 那是因为 莫无剑看见血族道帝退走后 又有两名大先帝退走 现在只有区区三个人 他哪里还需要布置 什么大漠杀阵 莫无剑也能猜到 这没有离开的三人 都是神族的 这次来的人虽然多 大家也都不是白痴 不会随随便便地被神族利用 不过 假如他莫无剑没有本事 被神族压制住的话 那下一刻 边上那些看热闹的家伙 就会蜂拥而上 无论是在任何地方 这都是难以避免的弱肉强食 一道长河 有如星空撕裂一般 从无尽 虚空落下 在宇宙角上空 划出了一道凄厉的银色河流 空间 紧接在这银色的河流 带着一种杀意 凄美和绝望 这神族的道地 根本就不等 这条银色长河成形 也不等这银色长河落下 一个巨大的长颈瓶 就被寄出 长颈瓶的口 忽然炸裂开来 就好像一方无边的巨兽大口一般 吞噬着一切空间落下的事物 他知道莫无剑的本事 长颈瓶一寄出 领域 绝对是领域最强大的道地 只要他的领域能够撕裂莫无剑的领域 然后束缚住莫无剑一息时间 他就有办法重创莫无剑 也许杀不掉莫无剑 他铁了心 就是自己重创 也要让莫无剑重创 只有让莫无剑重创 他才有机会 等候神族的强者 到来围杀莫无剑 才有机会将其余种族的强者拉进来 轰 银河落下 和长颈瓶轰在一起 周围的空间 直接炸裂出一道道的细芒 这名神族的道地 脸色瞬息间就变了 他强悍的领域 不但没有束缚住莫无剑的领域 反而被莫无剑的漩涡领域 直接卷走 跟着他就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压抑 在浩瀚无边的虚空之中出现了 一根手指 天地间充满了碾压的死亡气息 第819章 天外天第一强者 常景平被神族道地疯狂召集回来 他决定挡住莫无剑的这一指后 有多远走多远 莫无剑的实力太可怕了 如果说之前 他还有些怀疑 莫无剑是如何杀了帕轮 或者是如何杀了千伊萨 此刻这名神族道地 是半点也不会怀疑莫无剑的实力 哄 咔嚓 常景平直接碎裂 人世间开始毁灭 这名神族道地 却陷入了绝望当中 如果只是人世间毁灭 他还有一线机会走掉 现在他看见了人世间的毁灭之后 是天地溃他 一切陷入虚无 他再也没有机会 规则炸开 这名神族道地的一切领域 和规则境界碎裂 当周围再次安静下来后 所有的人只能看见 那神族道地站立的地方 化成了方圆 十数杖的巨大深河 而那神族道地早已消失不见 在神族道地被杀的同时 神族仅剩下来的两名先帝 也被袁末和陆子廷三人围杀 来了十多名先帝和道地强者 最后上来对付莫无剑的 只有三人 结果短短时间 这三人就被莫无剑这边斩杀 最让其余人震撼的是 莫无剑轰杀神族那名道地的一纸 那一纸就好像撕裂了 整个人世间和天地一般 带着一种毁灭和无法阻拦的大事 所有的人都在想着 那一纸 如果那一纸不是轰向神族的那名道地 而是轰向他们 他们应该如何去抵挡 结论让所有的人心中胆颤 那一纸无可阻拦 问蓝女帝更是激动澎湃 他早知道莫无剑有一道长河神通 他为了让莫无剑感悟到长河的真谛 他甚至还取出了自己的悬河给莫无剑感 而在不久之前 莫无剑施展出了长河神通 那一道长河 比他施展的悬河神通意境 更是深远悠长 还有莫无剑那一纸 那一纸 几乎要动裂整个宇宙星空 短短数年不见莫无剑 没想到 他居然成长到了这种地步 问蓝女帝长须一口气 当年无论是自在天地 还是太上天的先意强者 推算 雷红吉和纪月才是仙界的未来 可现在仙界被天外天赶走 剩余的人 在天外天宇宙苟延残喘 那雷红吉和纪月在哪里 倒是他看好的莫无剑站了出来 让他们再次活了下来 莫兄 之前那件事 是我受到了神族的柴诺蛊惑 但是我保证 我之前并没有杀人族的修士 血族的道地尼凯 已经急不走了上来 对莫无剑抱拳说道 莫无剑一指轰杀柴诺 他尼凯看得清清楚楚 他肯定 如果那一指是轰向他的 他做到的 不会比柴诺好多少 莫无剑这种人 单打独斗 估计没有几个道地是他的对手 就算是神族第一道地无望 恐怕也不是莫无剑的对手 换句话说说 莫无剑现在是天外天宇宙的第一强者 更何况 莫无剑身边还同样有一名道地 可以肯定 神族即将被莫无剑赶出天外天宇宙 因为神族的力量 再也无法支撑他们留在这里 神族的道地加起来 就只有四名 其中一人 还因为出去寻找 更高层次的出路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余下来的三人 被莫无剑斩杀了两个 仅剩下的乌旺 能挡住莫无剑 不但如此 神族的先帝强者一样 被莫无剑斩杀了一堆 大先帝和先帝后期 也被莫无剑杀了数名 加上这里 还有疯狂帮忙 人族 只要莫无剑拖住乌旺 由那个圆末到地出头 就可以肯定能横扫 天外天宇宙的神族修饰 最让尼凯忌惮的是 他从未见过 莫无剑权力出手的样子 一个可以轻易撕开 宇宙角九级先阵的强者 权力出手会差 莫无剑没有理睬妮凯 而是 对陆子婷和问蓝女帝 三人抱拳说道 莫无剑见过问蓝师姐 见过两位宗主 在莫无剑心里 问蓝女帝和她要亲厚很多 莫宗主 这次 如果不是你来这里 我们 人族就完了 杰颖急忙上前施力说道 她的资历 比莫无剑老得太多了 在莫无剑面前 杰颖还是不敢怠慢的 莫无剑的所作所为 他也听说过 几乎是一次比一次大 这次 更是直接打到了宇宙天外天 什么时候 人族强者撕裂了宇宙角的护阵 还如此没有是一般的 问蓝连忙介绍道 无剑师弟 这位是清虚道的 道主杰颖 这次我们人族 能够保存下十多万修士 和杰颖宗主 陆子婷宗主的拼命分不开 杰颖和陆子婷 都有些汗颜 说心里话 在太上天与宙先成 被神族撕开 紫昌落抛弃他们逃走后 他们想的最多的是 赶紧先顿走 道士修为 最弱的问蓝女帝 一直在疯狂 抵挡神族强者的攻击 带领人族 残于修士撤退 论起人品 高低 他们自愧不如问蓝女帝 也是因为在撤退当中的拼搏 让他们更是坚定了 为人族崛起奋斗的决心 莫无剑也是抱拳说道 还有点事情 要麻烦两位 宗主 请几位宗主出头 将宇宙角神族的产业 进阶给我收回来 这件事交给我 我知道 神族在宇宙角最大的产业 是神修风 我带人过去就可以 陆子廷第一个说道 莫无剑也知道 神族在宇宙角的先帝强者 恐怕被他杀光了 陆子廷带人过去 实力上肯定是够了 至于杀光神族修士 他根本就不用说 陆子廷必定会这样做 好 那陆宗主就辛苦一趟 莫无剑答道 陆子廷哈哈一笑 这是我陆子廷 来到天外天宇宙 做得最畅快的事情 岂能说是辛苦 还要多谢莫兄 给我这个机会 陆子廷说完就走 莫无剑的神念中 看见他带了 至少上千名大罗仙以上的修士 冲向了神修风 没有人说话 莫无剑表现出来的太强势了 谁也不愿意这个时候 去得罪莫无剑 如果莫无剑和神族道地柴诺 打了一个两败俱伤 最后勉强干掉了柴诺 那这个时候 肯定有人会站出来说话 就是血族的道地尼凯 也不会向莫无剑道歉 事实上是 莫无剑轻松斩杀了柴诺 哪一个种族活得不耐烦了 要站出来 和莫无剑这种强者结仇 等陆子廷走了 莫无剑才看着尼凯说道 我得到的消息是 在我闭关期间 神族 血族和海族 围杀了我人族上万人 我人族虽没有什么依靠 也不是任人宰割之辈 尼凯心里泛起一种无力感觉 他血族的实力 还远远无法和神族相比 加上他 才两名道帝 两名道帝 想要拦住莫无剑 恐怕还不够资格 而且看莫无剑形势 如此肆无忌惮 他就知道 如果这件事不给出交代 恐怕神族被灭掉后 下一个就是血族了 此刻尼凯心里是在大骂 骂神族毫无脑子 如果神族有脑子的话 在莫无剑回来后 就应该集中全部的力量 围杀莫无剑 只要神族的两名道帝 和众多先帝全部过来 再加上他血族的道帝和先帝 海族的道帝和先帝 河西行修会 弥妃商会 甚至是妖族 或者是更多的 种族联手 眼前这个莫无剑 就是有三头六臂 也无法活下去 现在莫无剑斩杀的道帝 先帝 加起来都有二十多了 河西行修会和弥妃商会 更是被直接灭掉 很多宗主早已胆寒 如妖族这种强大的种族 也不愿意站出来出手 只剩下一名道帝的神族 大势已去 是必然趋势 莫兄 这件事 我血族愿意赔偿 尼凯无奈地说道 莫无剑语气 平淡地说道 赔偿就不必了 谁知道今天赔偿 明天 你会不会再联系神族 和别的种族 一起来攻击我人族 我恐怕没有时间 和你在这里说无聊的话 我先见得太上天 宇宙先成 被神族占据 我正要去算账 尼凯此刻如果还不知道 莫无剑要拉他下水 他就是白痴了 他心里只能叹气 天下果然没有白痴的宴席 因为他血族始终想着 要好处 之前神族想要拉他下水 现在人族一样 要拉他下水 他不下水还不行 如果说之前 面对神族的柴诺他 还有资格说不愿意 下水 那现在 他还真的没有资格 就是莫无剑 现在不动他 等莫无剑 灭掉了天外天 所有的神族 那接下来 恐怕就是他血族 莫兄 说起神族 我心里就来气 如果不是 柴诺这个卑鄙小人 我岂能中他的暗算 既然莫兄 要去太上天宇宙相差 那也算我尼凯一个 尼凯 毫不犹豫地说道 莫无剑摇了摇头 尼凯道友 那里的神族修士 可不是一个两个 我人族 是打算全部上的 说完 莫无剑在对其余 众多的强者抱拳说道 各位道友 因为神族在天外天 太过霸道 这次 人族决定为天外天宇宙 去掉这个毒瘤 有愿意一起去的 就请站出来 当然 等我太上天宇宙先城 被夺回来后 我人族就会转移到 太上天宇宙先城 至于我人族 现在占据的宇宙脚地盘 将根据 过去的种族划分 莫兄 这种事情 我血族自然要去 尼凯 岂能不知道莫无剑的意思 那就是 这次去是以种族为单位的 他尼凯 想以一个人的名义去 那就别 做梦了 第820章 天外天宇宙盗主 我海族决定响应莫兄的号召 我海族好歹 还有数十万大军 一名浑身带着海星气息的男子 站了出来 莫无剑心里 冷笑 如果海族不站出来 他绝对不会去提醒的 等他灭掉了神族 下一个对象并不是血族 而是海族 既然海族如此之趣 那这次就罢了 神族在宇宙角的 强者本来就被莫无剑灭的差不多了 而且很多神族修士 知道情况不妙 早已离开宇宙角 陆子廷待人 几乎是以摧枯拉朽的气势 直接横扫了整个神修风 陆子廷回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莫无剑说 要去收拾神族 立即激动的一步 就落在了莫无剑面前 莫兄 这件事 我一定要打头阵 当初仙界人族 被神族杀得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他陆子廷看见的 是无数的仙界修士 不断陨落 四处奔逃 再被追杀 今天他终于有了还手的机会 他陆子廷 还以为这一天遥遥无期 或者是永远也没有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来 这是因为他人族出了一个莫无剑 子廷 听莫兄的 解引沉生说道 他和陆子廷一样 几乎要迫不及待地回去报仇 但他也很清楚 莫无剑要将其余的种族拉进来 人族再强 也只有一个莫无剑 一旦莫无剑不在这里 人族有几个同盟 总是好事 在天外天宇宙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永远的仇恨 当年人族和妖族 在天外天 几乎是一面占据一半 也正因为如此 直到现在天外天走廊 还是以人族走廊 和妖族走廊划分 可现在怎么样了 人族渐渐没落 妖族依然强势 当年那些从人族手中 蚕食地盘的种族 现在在莫宗族的压力下 不一样要做出选择 是不是帮人族去对付神族 我妖族的妖族长老 一直很是钦佩莫兄的为人 这次我妖族必定要去的 妖族的道德站了出来 妖族不过是帮助人族说了一句话 现在就成了和莫无剑交好的证据 我代表宇宙角 必定支持无剑 凤凰此刻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同时突出了和莫无剑关系匪浅 我天族必去 我罗天族一样 早就对神族不满了 众多的种族纷纷站出来 甚至连一些中小种族也看出来了 神族必定示威 也站了出来 血族的妮凯 感觉自己 似乎还是小看了莫无剑 这个第一强者的影响力 他之前要求 一个人去 恐怕有些让莫无剑不喜 尽管他后来补救了 说血族过去 不过和别的种族比起来 他血族毕竟得罪过人族 想到这脸 妮凯更是大声说道 神族无道 众多种族去对付神族是大势所趋 当年神族在太上天宇宙 先程杀了数百万人族修士 可是我最近才知道 神族为什么要放走人族十多万人了 还请尼凯道友告知 莫无剑立即一报全说道 事实上他心里一直疑惑 神族想要斩尽杀绝人族 很是轻松 为何问蓝女帝三个先帝 能保留下十多万人族修士 要知道问蓝三人的修为可并不高 甚至连先帝后期都没有一个 尼凯 看起来似乎很是愤怒的说道 听说神族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上古的遗迹 这个遗迹 需要十数万人的精血祭祀 才能打开 后面的话 不用尼凯说 所有的人都清楚了 神族之所以 还留下了十多万人族修士 不是杀不掉 也不是好心不杀 原来是留着祭祀神族遗迹的 尽管大家都知道 尼凯的愤怒要多虚假 就有多虚假 可是神族这种做法 也的确是残忍至极 本来就下定决心 要将神族灭掉的莫无忌 这个时候 更是铁了心要灭掉神族 一边都问蓝女帝几人 听到尼凯的话 早已气得脸色铁青 之前他们就感觉 神族要将他们压制在 虚空陨石上 有些古怪 本还打算空闲的时候 告诉莫无忌这件事的 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 古怪在什么地方 莫无忌看着疯狂问道 疯狂 神族在天外天有多少仙城 一共有五个仙城 其中有四个 都是来自人族 疯狂立即答道 听到这话 尼凯赶紧传音给莫无忌 莫兄 我血族之前 也拿了人族一个仙城 莫无忌一白手 没有传音 直接说道 我莫无忌没有来 天外天宇宙之前的事情 就算了 现在大家众之成成 我希望将神族灭掉后 大家帮我顺手 将神族的仙城收回来 莫兄不说 我们也会主动去做的 天族的一名强者 跟着站了出来 莫无忌很清楚 天族肯定从人族手中 谋夺过好处 否则不会这样说话 不过天外天宇宙这个地方 就是强者说话 过去的事情 纠结没有任何意义 只能让他 结交更多的仇家 现在他来了 那就要慢慢振兴人族 对 我海族也同意 我一族也是同意 莫无忌的话 说得很清楚 言外之意 那就是 你们之前拿了我人族的地盘 我也不计较 现在我要收回神族的地盘 那所有拿了我人族地盘的 就要去出力 要是不出力的话 就别怪我秋后算账 见大家都听懂了自己的话 莫无忌也知道 必须要给大家一些甜头 仅仅靠宇宙角的这点地盘 那还远远不够 他再次一报全说道 各族道友 刚才尼凯道友也说了 神族可能发现了 一个远古遗迹 据我所知道的一些残缺信息 仙界之上的一个戒语 叫着神界 神界传闻 是神族祖先最先发现的 尽管现在神界和神族关系不大 但是我怀疑 神族的遗迹 很有可能和神界有联系 这次将神族在天外天灭掉后 我们就去神族的太上戒语 将神族连根拔起 至于那个遗迹 我们共同打开 到时候所有参与的种族 都可以进入 如神族这种大族 和仙界人族一样 也有一个太上戒语存在 这个戒语 也许不叫太上天 却有类似的作用 这个地方 也是和天外天宇宙沟通的戒语 莫无忌说出这句话 就是告诉大家 只要参与了灭掉神族的种族 都有机会去这个遗迹 同意莫道主的话 对 莫道主的提议 非常适合 众多人立即附和 起来 至于莫无忌 是不是用神族的十多万修士精血 去祭祀遗迹 那是没有人在意的 之前之所以骂神族 用仙界人族的十多万人精血 去祭祀遗迹残忍 那是因为 人族在天外天 没有地位 可以被任意欺凌 不要说十多万人 就是百多万千多万 也是活该 道德的衡量标准 在这些人心里 从来都是 以实力和利益 为参考线的 莫无忌心里知道 这些人的秉性 他平静地说道 我们做的事情 不会和神族一样 毫无人性 用精血祭祀遗迹 我们可以在战场上 将神族灭掉 却不会用他们的精血 去祭祀遗迹 我是一个九级 先阵宗师 等这边是B 我会重新布置宇宙角的护阵 同时也会用我的手段 开启遗迹 莫无忌这句话最主要的 不是用手段开启遗迹 而是声明一下 他要重新布置宇宙角的护阵 别到时候 他来布置宇宙角护阵的时候 有人来叽叽歪歪 他可是先说在前面了 我知道 莫无忌在这里 已经有了绝对的说话权 他更是直接说道 刚才也有两位 道友叫莫兄道主了 我来一个提议 我们天外天宇宙浩瀚无边 我这个宇宙角的道主 也只能管一个小城 无忌应该是整个 天外天宇宙的第一强者了 不如我们在天外天宇宙 设立一个道主 这第一任道主 就由莫无忌担任如何 我同意 尼凯赶紧说道 他其实也有这个想法 本来可以通过这个想法 和莫无忌缓和关系 现在疯狂提出来了 他赶快第一个同意 我也同意 妖族的道帝 跟着就说道 两个道帝都同意了 一些小族 更是不会有半点意义 一些不大愿意的 大种族 也不想完全得罪莫无忌 只能保持沉默 莫无忌一百首说道 道主一世再说 我们先去将 天外天宇宙的神族 清除 陆宗主和解宗主 还有问蓝师姐 你们立即整顿 所有的人族修饰出发 这次我们分配宇宙角的地盘 就根据各族 出动了修饰数量而定 听到莫无忌的话 不但是陆子亭三人 其余种族的强者 赶紧飞剑传出信息 要求各自的先成代大军 围攻神族 神玄露 就是神族最接近 天外天的一个宇宙大陆 莫无忌之前说的神族 太上介语 其实就是说的神玄露 只是莫无忌不知道 这个名字而已 论起先灵器的浓郁 和天地规则完整 神玄露丝毫 都不会比太上天差 而且这里地域宽广 无边无际 神玄露 就是神族权力最大的地方 也是神玄露的中枢 此刻在神玄露中 乌望脸色漆黑 那黑白纹路都看不清楚了 哪怕他是神族第一到底 此刻他那微微颤抖的手指 也表明了他内心的一种焦躁 他无法不焦躁 刚刚得到的消息 天外天宇宙的各族强者 在莫无忌的带领下 到处斩杀神族修士 神族在天外天宇宙 占据的五个仙城 很快就不再是神族的了 神族 即将在天外天宇宙除名